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德国的叫哈贝马斯 他可能是当代西方活着的最重要的思想家 没有质疑甚至有人认为 哈贝马斯是生在1929年 现在已经80多岁了 但是他成名就非常早 1954年完成博士论文以后 毕业以后就给法兰克夫学派的第一代的主要人物 叫阿多诺担任过研究助理 然后在70年代就担任了法兰克夫的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1968年那时候他不到40岁 就发表了这样一个知识和人类指趣的一本书 就非常成名了 成为所谓法兰克夫批判理论的继承人 后来他的工作就是超越了法兰克夫学派成为一个自己的一套系统理论的这样一个思想家 也就是说他是从很早就开始进入到最前沿的批判理论 但是他一生都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早在60年代他就是受到了欧洲知识界的高度关注 他被认为是德国战后年轻一代社会理论家的领袖人物 他整个的学术生涯中 哈普马斯是失之不疑的 广泛而系统的对现代性展开建设性的批判 他就对现代性有批判的一面 但是他认为不应该抛弃现代性 是应该有建设性的批判 他力求是在揭示这个启蒙传统的内在困境的基础上 开辟出一道新的道路 与完成这个现代性 这项它叫做未进的事业 1980年的时候 他荣获这个阿东诺奖的时候 发表的一个答谢词 就叫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规划 Modernity An Uncomplete Project 然后后来就发表了两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 所以是以当代很罕见的那种思想体系的方式 全面地阐述了交往理性的必要性 所以哈马斯被人家称作是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当然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 参与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公共事件 包括反战的问题 包括欧盟的建设 所以今天我们要谈他也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他的这个概念理论是非常深奥的 我们今天主要讲讲他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他对现代性这个问题的这个批判 就是现代性的这个危机到底在哪里 他认为是一种所谓主体性的理性 所以第一部分我们讲 他对于现代主体性危机的看法 第二部分我们讲一讲 他用什么方式来找到一个替代性的方案 来克服现代性的这种主体性危机 最后呢讲一讲他晚近的一个发展 就是跟这个欧盟的建设 有关系是讲到所谓后民族国家的一种爱国主义 他叫做宪政爱国主义或者宪法爱国主义 那么什么叫这个现代性的主体性危机呢 他这里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现代性他从韦伯那里开始就知道 大家知道工具理性的这个主宰作用 理性化变成了片面的工具理性主导 他看到了这一点 他发明了自己发明两个概念 一个叫系统 一个叫生活世界 系统是什么 系统就是我们社会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法则 包括官僚制度啊 包括市场运行的法则啊 包括政治法则啊 这些规则都是理性的 但是这个理性呢 慢慢的是越来越导向工具理性 也就是说 是什么样的成本最低 效益最好来达成目标 但是目标本身呢 我们没有办法作证的 所以他有一种意义 非常强的对人的压制性 因为那个目标本身好像是不由分说的 是武断的强加给你的 而另外一个是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它是指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感情 友爱交往 在那个里边呢 我们并不是按照那个系统的规则 来运行的本来 是按照很多所谓 我们的通情达理的方式来 来这个来 这个生活世界在展开的 但是呢 到现代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生活世界是越来越纷争的 因为生活世界那些道德原则 价值基础都慢慢的失去了自己的根基 一切规范好像都是相对主义的 所以呢 生活世界的那个 依据友爱 依据道德感 依据这个习俗来展开的世界 越来越弱化 而那个系统的力量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很强的 这个工具理性的扩张 越来越强大 所以在它看来 现代性的一个问题 就叫做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这是它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系统的力量 压倒了这个生活世界的 这样一种原生性的爱情感 和人们的这个道德世界 这个其实我们很明确 跟这个韦伯讲的 世界除媚以后的这样一种 现代性的牢笼 跟马克思主义学派里边 讲的那个异化和商品 拜物教等等等等 都是有关系的 那么怎么办呢 它的基本立场 是一个建设性的批判 就是困难的问题是说 工具理性 系统的这个合理性 它是启蒙的遗产 是启蒙惹的祸 但是我们是不是完全应该 抛弃启蒙的一个 现代性规划呢 如果抛弃了启蒙的理想 抛弃了启蒙的这样一种 理性主导的传统 我们又会走向何处呢 所以哈普马斯的雄心 是要拯救启蒙的现代性 为什么要拯救呢 一个是启蒙的 这个现代性是有价值的 包括个人自主啊 自由啊 第二个现代性 这样一个社会 在它看来是不可逆转的 因为很多人对 现代社会不满是什么 要求回到古老的 前现代的生活 在它看来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要拯救现代性 或者说拯救启蒙主义的理想呢 它是面对很大的困难的 因为它的对手很强大 这些对手包括传统主义者 要回归古代的那样一种呼声 还有就是后现代主义者 后现代主义者 已经用了大量的这种理论和叙事 他们解构了所谓理性主义的传统 它是非常困难 它对手很强大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就说 它的对手很强大 它的批判的压力很大 另外一方面 它自己的建设 你怎么样能够重建启蒙的理性 这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它的有一部分工作 就是重新梳理 现代性为什么会误入歧途 它有一本书也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它是来疏理 它是一个思想史的清理 是看这个现代性 怎么一步一步的误入歧途 它里面谈到从黑格尔 马克思 尼采 一直到后现代的海德格尔 德里达和福克 他处理这些人 他认为这些人都处在 关键的转折点上 各自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都一次次陷入了 更深的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然后它要从这里开始 从这样一种困境当中 要有一种迷途知反的决心 那什么叫主体性哲学的危机呢 所以在哈佩玛斯 这个思想史的书里 这个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把黑格尔标定为 这个现代性哲学的源头 为什么是黑格尔呢 为什么不是比如说 笛卡尔 康德 他说因为黑格尔 虽然不是第一位 现代性的哲学家 但是他是第一位 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 是什么呢 是黑格尔发现了 主体性原则的片面性 他看到了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 所导致的传统伦理生活的分裂 这在哈佩玛斯看来 是现代性的问题的关键 什么叫传统生活 传统伦理生活 总体性的分裂呢 就是这样 就是现代 是在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之后 诞生的一种时代意识 就是说现代是前行的 向未来开启的一个时间概念 是对过去的断裂 和对过去的克服 所以所谓现代 他有一种什么 对自我的敏感 就是他意识到自己是新的 和过去不同的 是面向未来的 所以呢 他有一个自我确认的要求 或者说自我确定的要求 因为什么 我现代这种新 这种面向未来的 这种思想 价值和观念 如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呢 我要自我证明 或者叫自我确证 因为现在他不能够从传统那里 借助那些 比如说宗教神学的 或者是习俗的那样一些依据 也就是旧的依据 传统的依据 他不能用 他变成有一个要什么 他叫做自我依据性 或者有人叫自我指涉 他是要自己来证明自己 现代性必须要自力更生 自己替自己制定规范 而且要为这种规范 来做出辩护 那么黑格尔 其实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说这种主体性原则 就是我们每个人 是有理性的主体 这种自由的 以反思为核心的个人主义 它是法国大革命 宗教改革之后的 这样一个主要的遗产 但是呢 它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康德说的这个伦理生活的破裂 什么叫伦理生活 就是说 我们本来在传统世界里边 认识的东西 认知的东西 和道德的东西 和美的判断 是一致的 就真善美是合一的 但现在经过了这个启蒙运动以后 我们发现 康德的三大批判 纯粹理性是管认知的 这个实践理性是管道德和伦理的 然后这个判断力是管美学的 所以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 信仰和知识的分裂 也就是说 我们相信道德的法则 已经不能够借助于知识 做合理化的论证了 也就是说 信念变成了一个主观的 宗教式的 没有理由的东西 而知识是客观的 就是造成了这样一个 一个巨大的分裂 这当然就是 黑格尔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黑格尔想通过一种 所谓这个 更大的辩证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哈勃马斯认为 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是会导致 更大的主体性的变化 因为主体性本身 它有一个自我确认的 它没有办法用自己来证明自己 如果总是想到 自我个人的主体性 虽然黑格尔是通过一个 历史的辩证理性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认为这是一个虚假的解决 他认为他后来的 后来的那些发展 包括马克思 什么都没有解决 我们要谈这个问题的话 会非常复杂 不太容易理解 但是我们只要记住 就是启蒙时代 他那个理性导致了知识和信仰的分裂 也就是导致了这个伦理生活 总体性的分裂 因为伦理生活本来是知识的东西 认知的东西和道德上好的东西 是一致的 这个东西分裂了 因为主体性的这个哲学 它是理性的 但是可能导致主观主义 这是哈勃马斯面对的问题 他认为整个西方哲学 现代哲学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东西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